今天呢挺搞笑的 本来说前天我这个手机的弹窗3已经自动解除了 我还挺高兴的 为此呢我前天下午还专门坐公交车 因为当时限号嘛 去一趟北京逛逛北京的三里屯 一个人还挺好的 好久没有出门了 但是今天呢早上起床一看 我又背弹窗了 但是这次呢是弹窗一 里面写的是我最近7天到访过就是确诊病例的地区 但这个确诊病例的地区是怎么定义的 我真的不太清楚啊 于是呢我又打开了12345平台的公众号 去解除想着怎么去解除这个弹窗嘛 结果发现呢改版了 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之前呢大概有个大大小小有个20项 那现在呢 就没有那么多可甜的东西了 就比之前简化了很多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今天又重新申请了一下 然后看看能不能在明天早上能解除这个弹窗 今天还挺好的 今天我北京所在的社区呢 专门给我打电话说 哎你是不是弹窗了呀 那你就在公众号申请一下吧 这是破天荒了 你知道之前呢 一个月我一直申请弹窗都没有任何的反馈 这次竟然还有电话打过来呢 真是太不容易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解这个新的弹窗啊 新的弹窗 首先呢 首先呢 找到公众号12345 然后点开这个民意直通第一项 然后它会有五秒钟的倒计时 然后勾选上 我已阅读并知晓上诉条款确认 然后 第一个 健康保护马状态 弹窗纠错 第一个 然后第一项就是你自己的身份证 你自己的那个个人信息吧 然后 第一项是否身处北京市 选否 然后第二项呢 所在省市区就老老实实行你所在的 比方说河北省廊房市 然后第三个是你的住址 住址就是写了名牌号 就是比方说我像我就是三河市燕郊镇 什么什么小区楼号 单元 几事 然后第四是 近期是否到访过设议风险地区 否 选否 然后第五呢 收线人姓名 写自己的名字 第六 身份证 第七 手机号 第八 七日内到访过哪些地方 你就老老实实到访过 比如说廊坑市 或者是公安市 或者是 哪来哪儿 辽城 什么什么济南 自己写 然后第十 写在今如有住所请填写在今住所所在区 比如说通中区朝阳区海淀区 第十一项 写你的你的住所所在的街道社区还有门牌号 然后最后一项 十二 当前北京健康宝异常情况是弹窗戟 有12345 填完以后 填完以后 确认提交 就可以了 提交完了以后 在个人中心里面 找办理查询 就可以看到你的一条一条 已经申请的一个状态 大概过个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会有12345的工作人员 帮你做个回复 然后如果说他们把这个信息转到社区那边的话 社区那边估计在三个到五个小时之间会给你处理 但是晚上不太清楚啊 因为我今天是晚上申请的 有可能到明天第二天可能才会帮忙处理 因为晚上也不会有工作人员呢 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的摆除 就解除这个弹窗的困扰 然后早日回京工作上班 我是王鹏 如果这期对你有用的话 欢迎帮我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咯